再来第二件事情 很多人现在看到有些特别 就关于深圳40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很多人说深圳中国人的经济不行 要移开资产 像刚刚有些朋友讲到这件事情 中国经济是的确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没有办法替他美化 因为也没有必要替他美化 因为他最近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但是你以为移去哪里会比较安全 我觉得是比较有趣的事情 你移美国比较安全吗 你移到英国比较安全 你移到哪里会比较安全 各位世界上有安全的地方吗 世界上现在没有安全的地方 最近很多很多人都给老师看说 像深圳以前的工业区 工长的撤走了 然后那些工人都下岗了 然后以原来繁华的一些工人区都完蛋了 说中国快完蛋了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他想法是一个蛮实现化的事情 台湾的很多加工区 包含台湾的五谷工业区或是新北工业区 你在过去那边测水马龙 包含华河南路那边所有间卖罗斯的 或者卖五金的以前也是测水马龙 请问一下 今天五谷工业区有完全克满的状态 也没有 为什么产业是会升级的 像深圳他现在要走到是另外一个空间 你不能一直把工厂的繁荣当成一个国家 唯一强势的道路 中国他是遇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境界 就是说他原来是希望是跟世界各国做生意 然后我们慢慢做 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经济做好就好 但是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 因为世界各国开始要有一个阵线 不能让中国变得强大 因为中国变得强大 他们就脆弱了 肤色联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肤色联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欧美各国就算知道美国他一切都会骗人 不是说美国人骗人 而是特朗普这个人 他一切都会骗人 他讲的话通常不算数 但是那也仅仅对于特朗普这件事情有问题 他并不是是说对美国的人有问题 他们还是觉得他们相近种族的人还是OK 所以说白人跟白人站在一起 黑人想办法跟白人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必须说 这个是很明白的事情 因为他们优越程度已经够久了 所以说他们不可能去说放任一个 让让一个亚洲人 一个黄皮肤人 然后突然临架在他们之上 所以他们是无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说围堵中国 并不是因为特朗普他要选总统 也不是中国会影响他们的国安 而是中国如果强大了 对他们不好 他们就没有对世界有画视权 他们希望维持了一个三强鼎立的恐怖行情 而不是有一个国家突然发展 然后我们除了跟他做生意之外 我们没办法撤走他 这对外交上面并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以欧洲的角度来讲 他们反中国是反的理所当然 因为能够防美国 反中国 对于欧洲来讲是最好的状况 因为不要有人特别强 不要有人特别强 这个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平衡 很重要的地方 这是外交上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是说 现在王毅亚或者是其他的外交官出去 杨洁篪出去都很容易提到铁板 他能不能不出去 不能不出去 他们是一定要出去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接下来一个问题 我们等下接下来谈到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先谈到了中国的内循环 现在中国他们积极要把内循环 把所有的经济拉回到中国 不是只有美国希望 希望是说所有的工厂回到美国开工 中国是希望不是工厂回到中国开工 或是所有东西留在中国 而是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有自主性 过去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赚了太多钱 太多的官商勾结 太多的这些腐败官僚 他们赚快钱的时期 实在他们太享受了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让你赚快钱了 你除了自己能够搞出来 你其他没有办法 包含你的芯片 包含你的所有一切 如果你自己搞不出来 那么一切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 他们已经在做的事情 好就老是所得到的一些勤资 或者是一些资讯来源 他们要努力的去搞 他们能够搞出来任何一切 就是说坦白一句话 就是有点像过去的你们大陆的土法链钢 什么四个现代化之类的 这种东西 这个刺激让中国开始反制内行 是说 我真的必须从外国得到一些 我所能得到的东西吗 虽然用钱就可以解决事情 但是钱买来的东西 远不足以自己干出来的实在 过去是这样 因为改开放之后 我们跟我们中华民族 无论台湾香港或其他地方 跟世界各地的差异太大了 这是感谢大清朝 我们跟世界各地的差异太大了 所以说在70年的时间 大概70年 因为前面70年之前 那一30年都是在战争 后来的70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没有战争 打了中国打了韩战 然后又打了越战 台湾没有台湾没打仗 所以说过去台湾发展是比较好的 香港也发展比较好 因为我们没经历战争 这些战争打完之后 努力改革开放 40年深圳成为一个 世界不可或缺的一个研发基地 为什么 包含了大疆 大疆DJI 老师用很多设备都是用DJI的 为什么 因为它很便宜 同样东西 我去买GoPro很贵 那是买大疆的比较便宜 但效果比较好 效果还是比较好 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能够看到整个世界的景气循环 中国下行是必然的 但是它是伴随着全世界都下行 而导致中国必须要下行 因为他没有办法脱离整个世界化 但是美国知道他要脱离世界化 是因为他觉得到他付出 都是特朗普个人的想法 但实际上来讲 中国他现在需要的就是内部现代化 他希望能够在自己国家里面 造就出一个全新的景象 他不再是世界工厂 他要成为世界的科技的中心 而这个状况 他需要大量的人才 现在我们讲到这个话题 美国他要禁止中国的留学生 他希望能够禁止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学习 当然这个东西是白宫内部的声音 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能不能做到 这大部分是做不到的 因为美国大概有100多亿的外汇来源 教育界是100多亿的金额美元 是由中国留学生提供的 你看中国学生多有钱 中国学生多有钱 对不对 所以说他听到这个地方 让美国的教育体系 这个占美国教育体系多少钱 占了一些顶尖大学的30%的财政收入来源 你现在立刻叫他 叫他减少30%的收入来源 很多老师会失业 很多研究计划无法进行 这是会面临到的事情 但对特朗普而言 科技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受过真正的高等教育 他所有做到都是商业教育 他不在乎研发 他在乎的是买卖 他在乎是房地产转手的价格 装潢之后的价格 他要的是盖房子 盖房子盖房子盖房子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他不了解考格基 所以说一个没有经过政治起练的领导者 你当上了总统的位置 这是对一个国家的浩劫 原因在这里 不是他的心不好 特朗普爱美国的心 我相信真的是非常坚真 他希望美国再次伟大的心 绝对是真的 老师绝对不怀疑特朗普他的心思 但是他做的事情却倒行逆施 如果你今天禁止了中国留学生 那么你明天就可以禁止第三世纪留学生 比如说伊朗 比如说是墨西哥 他没有钱还不理他 你可能都会禁止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他们会盗用你的智慧产产 而美国的智慧产产 很多都是由这些留学生 然后移民过去变成美国人 然后给美国创造了很大理工节 对不对 这些都是这样子出来的 移民永远是对于一个民主共和国家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活水来源 他没有所谓的民族自觉 民族自傲 他只有对于国家的认同 他喜欢美国 然后他他本来只是去留学 然后久而久之 他觉得环境很适合他 比他的母国还要好 然后有可能当地有些人劝说他 不然你加入我们美国 我们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 他也认为很好 所以他就放弃了原来国籍 成为一个美国国籍的人 他可能是伊朗裔 他可能是华裔 他可能是香港裔 或者是他可能是台裔 或可能他是墨西哥裔 但是他今天成为了美国人 如果他成功了 他会尽可能在美国做出来 他贡献他所有的知识能量 因为他没有家族的附类 他没有这些 潜潜潜待顾的这些 原本土生的一些包袱 他要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 重新发展他的种族 他自己的家族 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 这种人才很重要 根据研究过一个外来的一个移民 他可以创造五个美国 三到五个美国人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他努力之后 他需要人手 他想要成功 他就需要人手 人手他也拿 当然是请美国人 对不对 因为你在美国 你成为美国公民的 或是你正在美国工作 这些无论是签证 或者是只是哪一个签证 或者只是来工作来创业的 都是需要美国当地劳工的力量 无论他是蓝领阶级 或是白领阶都很重要 但是川普 特朗普他现在下了足克论 在秦国就有人主张足克论 但当然后来有建筑克书 这些千古传唱出来 所以说秦国统一的全中国 但同样的事情在美国身上 他不断的去拒绝了来自于中国的各种的资源 只为了打赢他的一个竞选牌路 而当他选上了之后 他还是必须贯彻这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讲到是他想办法去做 哪怕他做不到 他也要做个样子 虽然他可能没有办法连任了 但是特朗普如果真的连任了 他搞不好希望能够跟拜登 跟普廷一样 或者是跟习近平一样 他能够修掉美国宪法所谓的不能连任权 他希望能够继续连任下去 这样状况之下 对于美国当然是极度是坏的 但是对其他国家极度是好的 因为当美国霸权消失之后 其他国家的霸权就可能产生起来